我对《上海堡垒》这部电影关注始终没有停过 而且越加期待 其一是因为如今国内电影市场环境的变化 如今我国的电影市场让科幻片从当年的烫手货 逐渐转化为如今的抢手货 市场的关注多 观众的欢迎度明显的增多 其二是因为这是江南的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 其那脑洞大开的宏观景象 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场面 这就好像我脑海中的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 无时无刻地冲击着我当年看小说时的记忆 如今在豆瓣依然还有着8.4的评分 并且热度不减 而此次江南本人也有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 其实对于科幻电影而言 无外乎你打我我打你 而这部电影当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用简单直白的话来形容就是我们打外星人 但这却是我认知里在所有电影中 第一部在我国本土作战的电影 并且是大家熟悉的上海 外国的好莱坞电影 哪怕有我国的一些元素 但那仅仅只占电影的一小部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看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和我们国家的人 与外星人作战的时候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这部电影融入了许多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和元素 对于一部科幻电影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特效了 而这部电影最大的一点也是装备的概念设计了 这次的装备最大的亮点就是 感觉我们再过不久就能看到的一样 而且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再加之后期的特效处理 本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